从花鸟虫鱼到大飞机 高铁 神舟飞船 张普剪纸的魅力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你剪不出的 对于许多从学校里接触到张普剪纸的孩子们来说 一堂课可能会得到一幅窗花 也有可能会得到一幅保纸制作的精美披肩 传承非常重要 剪纸就是以人去把这个艺术给传承下去的 他人是最重要的载体 你剪得再好 你做得再好 你如果没有接班男人的话 可以说到你这一个节点你就没有了 十岁左右的孩子就能够创作系列的作品 你看我十二岁的时候才开始接触真的是学校里面学的 正统的剪纸说用剪刀剪一个漂亮的图案出来才开始学 然后他们四年级的时候已经能够创作系列的作品出来 所以我为他们真的感到很骄傲 如今的张普剪纸不仅仅是非移名录中的艺术品 剪纸作为手工制品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 感谢观看